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月20日凌晨的桑普伦正 今天又和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周末周日愉快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回桑普频道 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 看完广告,看完影片,以及利用SuperGangsa Function赞助支持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继续讲美国大选 距离真正的美国大选不够三个礼拜 大家看到双方的候选人都作出最后的冲刺 我最新看到一些,就是刚刚看完一段片,整个小时 原本一个小时的,扩大到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呢? 这段片就是在Michigan,这个Michigan的Detroit 即是底特律,在那个地方有这个造势大会 Trump的造势大会,相当精彩 即是我会看回Trump,你看回他在YouTube上面发的片 Live那个地方,几乎是每日,台湾叫日更,每日更新 我自己做节目都可以每日更新 近这段时间可能他风尘泡泡一些 还有他有些要出席,例如Economic Club of Chicago 以及彭博社的访问 有时接受Fox News的访问 其实每一天,每一天停过 他真的做造势大会的,最近不会每天做 但是譬如这一次就是很精彩的一个造势大会 接着他要回到Pennsylvania 下一场就是Pennsylvania的造势大会 那Michigan这一场我会觉得非常精彩的 我先在这里停一停 和大家说一件事,我很多谢各位网友 各位,我不是未必是全世界最好的评论人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我自己观察了这么久 在我下面这里留言的所有的朋友 包括大家在内,应该是among the best 应该不是among,是the best 我想香港在外的评论人来说 我的观众群我会觉得非常有质素 我怎么这么说呢 你会好敢指出我的缺点 也希望我会改进 以前我常读Michigan 其实读错词 有位网友好,我已经要多谢你 Michigan,不是Michigan 所以Mekitgen大学 用华语道 这个是Michigan大学 Michigan 而不是Michigan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例如有一次,有个网友看到 我讲这个使館婴宜 就是体外人工手印 我读了Invirtual fertilization 那叫InVirtual 所以我读错东西 我会在这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我读错 而且我觉得很多谢这些更正我错误的人 因为你们使我更加学懂新的东西 也都希望跟大家仅此自怯 也都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会觉得在每个过程中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 我在Virginia 读书 我没有去过Michigan 我不知道那里的读音 sorry sorry so sorry about that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这些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需要去学习 和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些事 做人做事 很多东西我们在某个地方 会犯一些错 也有很多网友提出一些关于 没有战争不同的意见 这些不同的意见就是 你不能同意凡事这种和平方案 你不能同意特朗普这种 背弃乌克兰 背信气的行为 虽然我未必很同意这个结论 但是我们知道 权权为公义奋斗的心 我这一点要肯定很多网友的一种 很好的心态 这一点呢 我都会在今天 即是现在周末 我会说一些 比较思想上的事情 和大家讲一下我的想法 大家未必需要同意我的想法 但是我会觉得 我都未必需要同意大家的看法 那么我们会将我自己 经过心思熟虑后的一些看法 和大家详细讲一讲 俄乌战争 是不是对于 俄乌战争 沃克兰的态度 和台湾 有双重标准的问题 那么当然 这一节目 我主要是讲的内容 但是我先回顾 这个Michigan Detroit 这个造势大会 这个造势大会 我会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 就是microphone 关键过20分钟时间 关键过20分钟时间 我看它的应变能力 是很强的 应变能力很强 就是Trump的应变能力 它讲到开始十几分钟左右 我没记错 就开始突然之间 那个microphone没有声 OK 讲到它 就是 就是 讲到关于一些重要的环境的时候 突然之间 没有声 那么根据美联社的报导 就是说它讲到 有个wonderful word 不是love 不是respect 而是 突然之间 就是关了咪去 那么当然是讲tariff 它是讲关税 那么讲关税 这种东西就是 字典里面最美丽的字 突然之间 声音关了 那么全场呢 就大叫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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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love Trump We love Trump We love Trump 那么很多做support 那么没有microphone呢 那么怎么办呢 你讲都没用了 是不是 那么下面的人帮他搞 都不知道搞多久的 那么你作为一个演讲者 你有几个选择 一就是说 大声在那里叫 但是说真的 不行的 你大声叫 他试过 但是呢 叫到声西力揭喉沙的 全场这么大 但是 喂 你做 这个明星 你在红暗体育馆里面 就是 你在那个地方表演 你都不可能说 喂 我是不用麦 我还叫来唱歌 都不行了 那音乐的声音 都把声音都被盖上了 再加上 全部群众的声音 一定被盖上 特朗普那把单独的声音 要全场直正万乃无声 那些依稀听到他的声音 这个时候完全 完全收不到造势效果 是造弱 是吧 就是弱势的势 不是强势的势 No 那么如果这样搞 各位怎么搞呢 等 等有几种方法 等的话呢 就是要下去 叫个人呢 打一些字幕 在这个地方 特朗普现在要休息了 等下 搞定了 会上回来 那些呢 就是很 很华人的做事方式 美国人怎么做事呢 我就在台上 继续和大家打招呼 他不在台下 台下 有很多台 就是整个现场 很多观众不知道去哪里 因为那些人是动的 那你在台上 不断打招呼 等来等去 度步 那基本上是等 当然他有点不耐烦 那当然 这个等法 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你问我 你不下台 去等 在台上等 但你不要忘记他78岁老人家 你只得那张演讲台上参乎一下 没有位置给你坐 照样要站 正如你原先都要演讲的话 你都要站的 You stand there 然后跟你打招呼 那当然他很大声的喊一些东西 所以喊喊下的时候 回到20分钟之后 突然之间开回声 开回声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说 哎我不会给钱的 就是说 谁搞这些东西 有些地方是这个大楼的电力问题 但我不会怪他 哪一个负责 音响的 我不会给钱的 这些 他当然有些烦恼 那当然他发得很有趣的 他说 I will not pay the bill 然后全部人呢 这个 这个股仗了 之后他才开始 重新开始说话 那他当然 他重复他一些近期说的 很多东西 全世界 全世界都说 美国大选 三个重要议题 一是economy 第二是inflation 第三个 就是immigration 他觉得immigration 才是最大的核心问题 那indeed 这个大问题 他重新讲过 他那个operation aurora的计划 就是科罗拉多州 他觉得这个地方 要pay tribute to colorado pay tribute to aurora 所以命名这个叫做 aurora行动 就是驱逐一些 gangsters 这些委内瑞拉的帮派 是migrant crime 而migrant的人 如果来到美国 杀害美国人 或者美国的执法者 死刑 全场的USA USA很清楚 这个就是他当时 有造势的重要场面 那当然 这个场面 会使人觉得非常兴奋 那也都说到很多 重要的地方 讲到tariff的效用 能够使得 bring the job back to America 也都使得 Dietroite 重新成为一个 美国值得人家 恩善的城市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是史无前例 这麽好 他答应在12个月内 他上任12个月内 会将有关的油价 即现在的油价减半 他答应12个月内 将油价减半 全场都觉得很鼓掌 也都看到tariff的目的是 bring the job back bring the investment and factories back to America 这个是否成功呢 我会觉得 机会很大 只要他认真 美国的国力 是绝对能够使 一些投资者的行为 道正的 过去几十年以来 放任这些华尔街集团 到处去投资 而没有任何的guidance 任何的阻吓力 要他们回到美国 这一点 是使得美国国力变弱 大家知道 在这个Detroit 大家看看 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 即是在小学中学 在纳沙的时候 和我本geography 都说到Detroit 是car manufacturing 就是重镇 当时是製造汽车 基本上一定离不开底特律 后来就发觉 Detroit越来越沉淋 你看很多一些 外面写的小说 都说到Detroit的城市 一直沉淋 别说小说 像John Grisham 他们说一些故事 他说Detroit 已经不断沉淋 接着我看回 我自己没有去过Detroit 但我看回很多人 以前是读 Michigan Ann Arbor 他们回来就说 Ann Arbor很好 但是底特律已经破落了 最近我也有位朋友 来到台湾 他说最近链车 到Detroit 充满垃圾 很破旧 很破落 这是真正的事实 很多人都会说 算了 玩完了 全球化了这么久 由八九十年代 一直到千禧年代 到现在二十年代 基本上 这种沉淋的情况 很难扭转,那你已经全球世界工厂了,那你这些良琴杂木而栖, 哪个地方有低的成本,低的人力成本,低的土地成本,低的税务成本就是投资的了, 中国也好,印度也好,去哪个地方生产都好,都不会回来美国了, 你回来这些美国作死吗?今天变了很多一些好像GD Vance的人, 流浪者之歌,在美国看到破落的乡镇,破落的城镇, 那请问这件事是无奈的了,无奈,只能等待,等运动, 这就是一直以来,这么多年来很多人的一种哀鸣, 特朗普是想扭转这个形机的感觉, 为什么呢?就正如余茂春教授所说的,做政治,你的first principle是什么? 即是用翻译成为广东话,初心,即是你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总统,你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世界全人类的领袖吗? 即是你说,我两样都要游戏,你的初心,first principle,first principle是什么? 这个初心是关键的,因为这个一决定错,就错出事了, 譬如当年余茂春很建议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之后, 2017年1月打电话给蔡英文,是不是? 我不记得2016年还是2017年才可以查了, 打电话给中华民国台湾中国蔡英文, 很多外交的幕僚说,喂,不行啊,喂,你打电话给他, 不合规矩啊,他和美国没有帮交,得罪中国, 劝特朗普不要轻举妄动,pick up the phone,and call蔡英文。 然后余茂春基本上通过他层层幕僚,给一个建议很简单, 问总统先生,Mr. President,按照你的first principle是什么呢? 当first principle是什么呢? 你作为总统,你答给谁都可以的嘛。 You have the right to call anybody, 而如果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你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的领袖, 为什么你没有资格去打给他, 无论美国和这个国家有没有帮交也好, 为什么不打给他呢? 打电话的权力, 打电话的权利, 是不是因为你要避忌很多的关系, 而是不做得? 特朗普说,打吧,就打吧。 first principle, 是美国总统去pick up the phone, call世界上任何国家, 无论有没有建立邦交的国家的领袖。 Thi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这是基本的原则, 又例如说, 美国究竟是America first, 还是World first? 记住, America first, 不是World first, 你们做美国的总统, 而不是做全世界的共主, 你们三亿五千万人选举出来的总统, 不是我桑普在台湾选举出来的总统, 不是一帮香港人, 一帮中国人, 一帮英国人, 欧洲人, 日本人, 韩国人, 澳洲人, 加拿大人选了出来的总统, 你不要他们的民主正当性, 你是美国的总统, 而当然你的国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主权, 自己的权利而存在, 而他就是美国总统的特色, 你不是耶稣, 你不是救世主, 如果你是做佛教, 那些释迦茅尼, 穆斯林, 那些阿拉, 你不是那些, 你不是耶稣, 你绝对不是救世主, You are not here to save the world, You are here to put America first, 你将美国成为第一位, 这个才是真正你的重点, 所以我想这一点, 亦都会使到, 牵涉到俄乎战争, 和对于这个, 台湾不同的看法, 最近, 特朗普亦都对于台湾, 做出一番比较特别的言论, 我这番言论可圈可点, 事源呢, 就是说, 双方候选人都会对不同的议题表态, 最近, 很多外媒引述,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说, 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的时候, 他说, 如果是中国进入台湾, 即goes into Taiwan, I would say, If you, you, go into Taiwan, I'm sorry to say this, I'm going to text you, 150% to 200% tariff, 如果中国进入台湾, 我都抱歉这样做, 我会将会对中国货, 征收150%至200%的关税, 即是说, 基本上呢, 断绝贸易, 征收150%至200%的关税, 意思就是, 当然随口说一个数, 你不喜欢1500到2000就行, 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指意可以卖货去美国, 你要卖得比150%至200%的关税, 即是基本上断绝一切的货贸易, 即是说, subvokate China, 握着中国的烟喉, 中国的联合来见B, 不是2024B, 是握不到台湾的烟喉的, 真正握到中国的烟喉就是美国, 关税, 这就是全面将中国的, 基本上的经济, 外贸全部归零, 你有本事你不是卖去英国, 卖去这个欧洲, 你本事就卖去, go, 看高度的人, 如何卖你的货, let's see, 那可能美国都说, 你们接货的, 你们接亲中国货的, 150%至200%的关税, 英国货你肯接嘛, 按QQ的工党和中国亲善嘛, 你敢接他150%, 200%的, 你敢接他, 不用关税的, 或者很低关税的, 可以, 那么, 英国货, sell去给美国的地方, 就是150至200, 就减了你征收中国的关税, OK, 就是大家, 最, 最劣国待遇, 对中国, 我会觉得, 后面这个我补重的, 不是特朗普说的, 后面这个我补重的, 我觉得这样就最好了, 就是等于, 你打台湾, 我就增加你150至200%关税, 那么, 如果你英国肯去买, 收50%关税的呢, 我就收英国货呢, 100%关税, 补充那个不足, 很fair, very fair, OK, 这个做事嘛, 要全面围堵你嘛, OK, 那么你说关税, 是否足够呢, 当然不是啦, 当然他不会说太多, 不如, 是否协防台湾, 是否供应更多武器, 是否派军队和台湾打仗, 这些东西呢, 都说台湾要给足, GDP 10%的军费, 现在, 台湾国防预算, 2025年的预算, 是6470亿新台币, 那么, 你随四就是港币的数, 随三十几就是这个美金的数, 就是占GDP的2.45%左右, 你要增加到10%呢, 可能有时间, 可能有几年时间慢慢达成, 那么, 也都需要台湾不断增加它国防预算, 这个是真的, 无论Trump是这样说, 也要怎么做, 台湾要向以色列学习, 增强自己的自主防卫能力, 潜艇国造, 潜艇国造, 也都会自己制造, 也都希望呢, 美国驻军, 甚至我们派引更多的一些, 也建立我们台湾的铁窮系统, 其实已经有了, 我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些这样的做法, 我们希望能够增强, 也希望台湾提高的要价, 但是你说Trump在这个地方, 除了关税之外, 现在要说到, 协防台湾, 说到要使用武力, 去联合一起打中国, 说真的你不会说到这些位置, 你对于这个恶人, 恶棍去处理的时候, 有很多手法应付, 我上一集也说到,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三折棍, 你只要Deter出来的时候, Defend and Defeat, 在一步步做, 你不可以Deter的时候, 说如何Defend, Defend的时候, 说如何Defend, 你Deter的时候, Deter是什么呢, 加理关税, 失负你这个东西, 万一你真的这样出兵的时候, 如果你说我一定会出兵的, 那你就是close the dialogue, 那你怎样跟杂猪头摸住他的酒杯底, 摸住他的头发, 小子, 你真行的, You are my good friend, You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后面捅他多少呢, 你做不到这件事嘛, 只是, 智商比较低的人, 一直就会说, 我们对杂猪头呢, 一定跟他说, 你坏人, 衰的, 如果你打台湾, 我一定呢, 打祸利金的, 炸你什么什么的, 那当然可以这么说, If you bomb Taipei, we will bomb Beijing, 这个就可以这么说了,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会说, 我会协防台湾的, 因为协防台湾呢, 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个commitment, 而这个commitment, 要这样做的话呢, 当然可以这么说, fine, 即是拜登说我五次, fine, 但你协防台湾, 你做些什么呢? 现在台湾的关系会, 协助台湾自卫, 卖好的武器, 防御性的武器, 增加这个军兰的巡役, 甚至没有协助台湾的, 训练, 培养他们的意识, 这些是协助台湾自卫, 是美国台湾关系法的, 最主要的条文, 但从来没有承诺过, 协防台湾, 协防台湾就叫做, 以前台湾有个叫, 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就是中华民国时代, 掌握石签的, 这个就叫共同防御概念, 就是类似北约第五条, 当台湾有事, 代表美国就要协防台湾, 就是受到攻击一样, 接着要有义务协防台湾, 这个随着台美1979年断交之后, 卡特总统的时候, 已经废除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 美国要这样做, 都要有法律依据嘛, 那你要协防台湾, 到时候真的要打上来的时候, 也要过国会嘛, 那你说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很清晰就是说, 我一定会协防台湾的, 你当然可以争取这一点, 但我们觉得, 争取这一点的时候, 现在Trump是三折棍的策略, Deter, Defend, and Defeat, Deter, 是第一件事, 那你说, 美国会不会只加关税, 不会帮助台湾协防? 我说, 可以很肯定告诉你, 美国是会帮助台湾协防, 那你说, 喂, 那温暖怎么不帮? 我稍后会讲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所谓的双重标准, 而是对应不同的事, 要跟美国利益不同的事情, 就要做不同的决定, 在台湾来说, Deter就是说, 我要加利关税, 如果你这样的话, 我们不断他会讲很多东西, Deter, 加关税, Deter, 是说什么呢? 会炸你北京, 你说会不会说协防台湾呢? 某些事他会这样说, 但是他会讲得不实, 这个方式就是说, 预留一个空间, 跟那些恶人周旋, 今天你就算要面对黑社会, 你都不要这么昂昂, 即是说, 整个书生那样, 跟他说, 老老实实, 你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给我, 这个坏人, 说明你是坏人, 你是坏人, 打家劫舍等等, 那你要close the dialogue, close the dialogue, 有时对于这些人, 你不需要对他有任何的让步, 是给他面子, 这些是对付恶棍的重要方式, 比足面给习近平, 金正恩, 普京, good relationship, 一步不让, 当年, 特朗普建立金正恩的时候, 是不是? 未见之前, 啊, good relationship, 什么什么, 一见了之后呢, 特朗普是寸步不让的, 我还讲一次, 寸步不让, 所以每一次见完金仔, 金仔都不欢而散, 你这个水塔, 我给你一张照片, 这里有东西, 你不清掉它, 我什么都不用聊的, 接着你随便炸几个之后, 哎呀, 还有一个, 啊, 一步都没有让过, 对付恶棍的全, 免要给捉, 里面的所有条款, 一点都不可以让纳, 知道这样的话, 习近平当时是担心了, 未来这个情况, 共产党会不会照样, 是叫做, 受这些面子呢, 叫狗改不了吃屎, 你没有以为, 共产党经一事, 掌一致, 我就问你了, 共产党可以怎样, 是吗, 难道说, 特朗普要伸出橄榄枝, 想这个, say yes to you, hi to you, 如果你不领情的, 行, 你一日加你5%关税, 你第二天不理我, 10%关税, 那些都害怕, 给你足够的面子, 你都不肯做, 跟黑社会就要这样周旋, 好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说明, 你如果go into Taiwan, 我会跟你断绝贸易关系, 意思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这样, 150-200%关税, 绝对不是为了收税, 是跟你断绝关系, 因为不会有贸易的, there is no trade, 哪里会却为人还有trade的? 那就是说, 对于中国断绝贸易, 完全脱勾断链,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主持人 继续问一个问题, 美国是否会使用武力, 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封锁, 譬如说他不为而不公, 灰色地带战略去到最高级, 就是中国不想以武力方式攻台, 但围堵台湾, 就好像联合利监2024B的目的就是说, 有几个战区围堵台湾, 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封锁, 那我就问你, 美国会如何使用武力去驱散这些中国的船舰呢? 那特朗普都表示, 表示就是说, 有些翻译说他不会这样做, 你记住他说, would not do that, CGP would not do that, OK? 他并不是说我不会用武力去对抗中国对台湾的封锁, 就是他不会否定, 他没有否定了这件事, 他就说, 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这些华文记者完全翻译了他错误他的东西,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困固, 说我不必使用武力, 因为习近平尊重我, 接着他RESPECTED ME, OK? 习近平尊重过我, 而且他知道, He knows I'm fucking crazy, 他真是传闻地说, 他知道我是瘋的, 这样的说法, 这些就是说, 他会知道我无定向风的, 你要让一班这样的独裁者, 知道你的不确定性, 君威难测, 不是专制独裁者, 对付这些神问而言, 是这些超级大的民主国家, 对付专制国家, 都是以其人之道, 还是其人之身, 你猜不到我做什么, 你猜不到, 就像周星驰拍电影一样, 你猜不到他下一句想说什么, 才好笑的嘛, 笑片每一句都猜到要做什么, 那就不要玩的啦, 当独裁者, 觉得你这个Trump, 是瘋子的时候, fucking crazy的时候, 他就会害怕你, 你跟他摆笑面的时候, 他都会跟你假意地摆笑面, 你要他做什么的时候, 可以上桌聊天, 你不断和这些人, 不上桌聊天, 是很stupid的, 除非这样, 已经是战争状态, OK, 当年, 张伯伦, 英国首相张伯伦, 跟希特拉聊天, 聊天这件事, 不是问题, 你签订务尼克协议这个问题, 就是问题, 但是记住, 聊天不是问题, 因为当时非战争状态, 德国没有对法国英国宣战, 他只是侵略他旁边的领土, 他说你要做外交划算, 聊天是没有问题, 签订务尼克协议就是, You are stupid, appeasement policy, 好了, 去到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邱吉尔年代, 这个Churchill的年代, 是打跟仗的了, face off的了, 那你一定和他抗战到底, 没得谈, 打跟仗没得谈, 要all or nothing, OK, 怎样谈, 没得谈, 有什么可以谈, 譬如反送中的时候, 无论有什么的状态到, 民意旺盛, 没有人可以代表到群众, 和港府, 和港共, 和中共谈任何事, It is a war, an internal war, 即是作战时候, 决战到底, 未作战前, 可以谈, 但不可以有退让, 像川普那样, 和金仔谈, 和习近平谈, 和普京谈, 谈, 最后, 永远坚守底线, 一步不让, 你每次笑笑面, 和你一起谈谈, This is Trump, 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式, 而且他做得非常成功, OK, 接着说到俄罗斯, Trump就是这次访问中, 说到俄罗斯人入侵乌兰的议题, 他重新, 如果自己还要执政的话, 如果我还要执政的话, 这个回答问题的方式, 他不会答你yes or no, 去帮助这个什么, 他说如果我在这里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 根本不会发动入侵乌兰这件事, 当然所有的入侵者都是邪恶的, 你进攻人家, 那当然重此之的, 一定是放在普京身上毫无疑问的, 上次的节目就是说, 他不是怪责这个泽连斯基, 其实他最贵就是拜登政府, 有个网友都这样做, 所以我说我的网友很高质素, 他怪责的是拜登政府, 接着觉得泽连斯基是一个全世界最top sales, 他每次拿到美国成一千亿, 带回去这个沃南, 这个人真是, 哇, 醒目仔, 你一直这样做法, 基本上是说, 拜登政府纵容你, 接着普京不断攻击, 你自己夹着这帮钱, 回到沃南的地方, 他最近看的新闻更有趣, 就说, 沃南可以卖武器给人家, 我没有听错, 出口武器给其他国家赚钱, 喂, 你都有武器啦, 喂, 你今天你要A型武器, 接着你有很多B型武器过程, 于是乎想将你的B型武器, 去卖给其他国家赚钱, 回来补给你, 去买更多的A型武器, it doesn't make sense, 因为那些B型武器, 就是那些枪啊, 那些东西, 民防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用, 不行, 你将武器卖钱出去, 你怎会将自己未用, 可能会用的武器, 卖走才行的, 我今天如果去美国, 我给F-17, F-18, F-19, 或是什么, 很好的武器给你, 很好的武器给你, 铁穷系统给你, 最终物件给你, 给你打俄罗斯的话, 你会不会转头卖给中国呢? 还有我再说多次, 袁武针都跟我亲口说过, 你今时今日, 第一, 沃南是极度贪腐的, 你不可以用台湾, 日本啊, 加拿大啊, 英国这些来比的, 在制度性极度贪腐国家, 你可以用, 中国共产党来比喻, 它里面的, 全部是系统性贪腐的系统来的, 就好像一个柬埔寨一样, 你喜欢又好不喜欢又好, 它是被害人德, 但它是贪腐的国家嘛, 第二样东西, 你知道这么久以来, 它一直都是跟中国, 到今天, 两年多打仗, 很多桌底的谈论, 今时今日, 如果我将武器给你, 你会不会第二秒钟, 一下散手, 给了武器给中国的? 你今天闹普京, 你知不知道, 普京幕后支持他的人就是习近平? 你知, 你跟习近平声声声声, 一句都没有说过, 中国, 你不可以再援助俄罗斯, 一句都没有说过, 说这些句子的国家, 是美国说过, 欧洲说过, 我说过, 泽连斯基没有说过的, 然后你说, 泽连斯基希望, 保持跟中国的关系, 他根本上就是幕后, 插座的人, 如果中国不买俄罗斯的石油, 如果中国不再供应一些 製造武器的弹药的原料, 给俄罗斯, 这场战争早已经结束了, 而你知, 我知, 泽连斯基就知, 泽连斯基希望继续延续这场战争, 成为乌克兰的所谓好像 战争之父的姿态, 而, 外外百说下, 腹腹百骨头, 你不觉得这个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吗? 即是当年的蒋介石打抗日战争, 其实他很多所谓抗日战争, 不需要去决堤, 黄河决堤的嘛, 不需要搞到, 哇, 南京大屠杀, 南京的撤退, 那么仓皇持廟, 找个唐僧志, 根本上没办法守城, 跟着你长沙, 自己焚烧整个城市, 没有预警, 烧死了很多人, 那些人不是被日军炸死的, 是你自己, 蔣介石政权, 国军, 烧了整个长沙城, 杀了很多无辜的人, 用空城, 招讨, 来对待这个日本人, 这些全部史书有讲的, 为什么汪精卫最后想撑蔣介石不信, 就是这些什么? 这个是重点来的, 那你说, 不是的,蔣介石很捍卫的, 你继续说, 我作为一幕幕真实的故事, 每天每个人做的什么, 全部历史诗书有记载的, 为什么将这些东西完全陈锋不讲呢? 你今天泽连斯基就好像, 乌克兰的蔣介石一样, 你今时今日成为民族英雄, 世界觉得, 和你顾掌, 找到你国会演讲, 但你今天, What the hell you're doing? 你今天一直在延续这场战争, 你泵着血去延续这场战争, 这场战争你既没有能力独自打, 其他国家其实都不想长期打, 而你用道德情绪勒索的方式, 去帮你打这场战争, 而这场战争打下去, 对美国不利, 美国的人民已经开始有些, 很多的想法已经开始觉得, 不应该这样帮下去, 就好像韩战越战打到某个阶段,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而更紧要的地方, 乌克兰, 第一, 这班人是不是底帮, 和台湾完全不同, 台湾多少卖国走狗都好, 他们没有当政, 而且更紧要的地方, 台湾和乌克兰最大分别, 就是对美国地缘政治的利益,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去回我节目开始讲到的就是, first principle是什么, 是关键嘛, 是美国的利益嘛, 乌克兰资于美国利益, 和台湾资于美国利益, 熟轻熟重, 不需要我说的嘛, 那你说, 那你大小超而已, 按照我对这些人的看法, 我会跟你怎么说呢? 缅甸打内战的, 那你是不是帮他铲除现在军政府呢? 孟加拉大量的经济难民涌入这个印度, 你是不是派遣美国联合国美军, 或者联合国博物部队, 去阻止罗希亚人不断在外日呢? 干果, 非洲, 几多国家在陷入战斗当中, 你是不是帮他们呢? 接着这帮左交还好笑, 要停止以色列继续攻击哈马斯, 但不会停止这个, 这个乌克兰继续攻击俄罗斯的, 为什么呢? 乌克兰要修复领土嘛, 以色列就是打人家嘛, 撩士斗非嘛, 他用这个方式来看问题, 但你不要忘记, 以色列其实是定点消灭了, 包括已经杀死的辛亚, 这些哈马斯领袖, 真主党十多人, 剩下两个人生存, 王毅和一大堆的真主党领袖, 已经想死的一大半, 我问你了, 你还不支持他们杀光? 攻击是最好的防御, 你今天你不杀他们, 明天, 后天, 下个月, 后个月, 就会继续攻击这个以色列的了, 伊朗的侧, 伊朗这个哈门沃伊政权, 你基本上继续去助长他们, 继续这样做的话, 不得了, 以色列是有绝对的理由打这场战争, 那为什么美国会支持以色列打? 因为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是紧扣在一起的, 这个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帮以色列的原因? 因为是美国的利益, 不是因为以色列你被人欺负, 很惨, 伤看女眼, 所以是帮你。 同样是香港, 今天我也是香港人, 我都会觉得, 喂, 为什么美国不帮香港? 香港被人欺负, 你帮香港, 你要对中国狠, 我就说, 如果站在地缘政治利益来说, 香港没有台湾重要, 这个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是很悲哀的现实, 但我们不用因为悲哀现实, 因为主观的wishful thinking, 它掩盖客观的事理分析, 美国当然要对抗中国, 但捉住香港来对抗中国, 这一点, 对美国来说, 是弊多于利, 风险大于它要做的事, 它失去了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美国来说, 不是最大的损失, 但失去了台湾, 澎湖, 金门, 马祖, 台湾海峡就不保, 整个美日安保, 美韩安保, 美非安保出现极大问题, 整个半个太平洋沦落在中国手上, 美国有极大的政治利益, 美国会帮台湾, 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很邪恶, 是因为没有台湾, 美国会很惨, 我们要弄清楚这件事, 你多少游说, 多少advocacy, 你改变不了这个geopolitical situation的话, 是多余的, 即是你可以做一些很多的,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但这个就是地缘政治残酷现实, 我不是在台湾那里, 在一个句话说风凉话, 这个不是风凉话, 是客观跟大家讲一个, 大家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你祈求美国出兵去帮香港, 不切实际, 为什么呢? 因为地缘政治利益不妥, 美国要为香港开始世界大战, 这个我觉得美国没有这样的, 没有这样的一个agenda里面, 但他会为台湾来做, 但他为台湾来做, 他有技巧的, 他不可以说, 共产党, 如果, 你打台湾的话, 我一定千枝箭, 襲击你这个, 这个什么的, 他以前讲过, If you bomb Taipei, will you bomb Beijing, 这个戏话, 以使用恐吓, 但你会说, 会不会Defend Taiwan呢? 这个讲得太细了, 一讲到这个的话, 会立即escalation, 中美关系, 你对于这个魔头, 你不可以摸着他的头来玩, 你直接跟他进入对抗状态, 你阻吓开始无力了, 因为你已经跟他在对抗, 也在跟你在拼, 你已经没有法阻吓, 阻吓是防止他的状态, 你防止他的状态, 就是摸着他, 把刀在下面, 这个阻吓, 你阻吓不成, 他开始说整个局势升温, 你唯有去到第二步了, Defend, 即是说, 我们协防, 那这样说法的话, 就是劣起三袖, 开始打的了, 那这种打的情况, 是不是要去到这个位呢? 那Trump 想 take a step back, 要去回Defend的位, Defend如果成功, 就在2016至2020年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习近平类似做了什么联合理见2024B, 这些围台军演, 又金门马祖搞了一大堆这样的东西, 就在这里玩拜登, 所以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那Trump 就说, 表示会对普京说, 虽然我们的关系很好, 但如果普京攻击沃兰, Trump 就会狠狠打击他, 直至就是The freaking Moscow, 就是你阵律战斗的Moscow, 我要去到in the middle, 去打击你, 即是说如果你达成停战协议, 达成停战协议之后, 你违反停战协议之后, 恶怪我不说明在先, 三战、四战都打击你, 要消灭俄罗斯为止, 说明了, 这个就是决心, 会不会割地, 不会割地, 但是乌克兰现在五分之一的土地, 是被俄罗斯军队占领, 现在的情况就是, 停战, 北割地, 俄罗斯军队往后撤, 那里的居民, 自己的地方就是生活, 沃兰军队也是这五分之一的土地往后撤, 把这个地方定为非军事区, 沃兰承诺不会再加入北约, 但是俄罗斯如果再攻进去的话, 再违反非军事区协议的话, 美国会出兵解决问题, 意思就是说, 你变成了一个, 不需要加入北约, 但是享受到北约保护的国家, 笨蛋, 你明白吗? 即是有些东西, 我说一加一减一, 你说不行一定要说一, 我就说一样的东西, 不需要那么拘泥于这样的分歧, 所以我说, 你要使独裁者有面, 但是你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没有退却, 我哪个时候要乌克兰割地呢? 我哪个时候要乌克兰投降呢? 我哪个时候要乌克兰认输呢? 你真是在输, 你这样停战, 接着俄军向后撤, 你已经有得着了, 第一, 你不需要死那么多人, 第二, 被致命地方没有俄军, 但你掩止不了那个非军事区, 要赢, 乌克兰赢, 那你不要呢? 接着承诺的东西就变成了buffer, 你说不能做buffer, 就是这样, 各位, 你要知道, 美国不是为乌克兰打这场仗, 美国是为美国打这场仗, 同样, 美国要为台湾去防守, 美国要为台湾去出兵, 也就是台湾要醒目, 也要懂得怎样做, 美国不是为台湾, 而是为美国, 你怎样做所有游说都是一样, 今天很多香港人, 或者台湾人在美国游说, 他们都会学会一个重点, 就不是由香港的利益, 去说给美国人不知道, 香港怎样衰, 怎样蠢, 在那卖惨, 没用, It is really stupid, 我不是说你说的是错, 香港真的很惨, 但你跟人们做游说, 即是像战国时代的中华, 现在你要游说, 你跟你说香港多惨, 听完之后, 那你想怎样? 西藏够惨, 维吾尔够惨, 非洲够惨, 墨西哥够惨, 南美够惨, 委内瑞奈, Congo, Egypt, 摩托够惨, 比你香港更惨, 那我问题就是这样, 我要帮全世界的人, 做官公都选来帮, 你问我, 美国是美国最先, 我真的不是美国最先, 我说明, 美国是你的优先, 你问所有美国的政治人员, 他们都是美国, 你说服我, 要帮香港, 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不好处, 分析给我听, 分析完了, 你会觉得是一定要帮的, 那我都有很多心战的人员, 都告诉你, 不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会基本上激化了, 和过早激化了, 和中国的关系, 而对中共关系, 除非你要Determine, 要Kill Them, Defeat Them, 而Defeat Them, 要有基本原则, 他要先出手先, 而袭击香港这个东西, 是否值得美国动用全国的力量, 去轰炸这个中南海呢? You think about it? 香港的淪陷, 是因为香港, 在地缘政治上, 比不了美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值得去捍卫香港, 乌克兰之所以打两年仗, 是因为无论是拜登也好, Trump也好, 都觉得他地缘政治地位, 就由他消磨算数, 然后整班左交就是说, 继续打,继续帮, 其实继续打就是这样, 他一定不会供应好的武器, 给乌克兰, 不好意思, 不会的, 我都说过原因, 贪腐通宗, 他怎会公兴呢? No, 那你继续消磨人命, 然后全世界在不断将俄罗斯视为头好的人, 这个是不是美国应该要做的外交政策呢? No, 这个就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面对中国的威胁, 先去灭共先, 基本上要用第三个阶段, Deter, Defend, Defeat, 灭共, 来处理问题先, Not yet there, 那你说是否在这个方向走的, 现在跌出去, 那现在有很多的可能性, 内部可能分裂瓦解, 有民变, 政变, 军变, 兵变, 民变, 政变, 兵变的可能性, 而这件事的话, 美国是想突然之间, 做一个sudden change, 还是慢死的策略, 这个一个思维方式, 第二就是说, 台湾要作为一个中流底柱, 台湾是否有决心捍卫自己, 而美国帮台湾, 在哪个时间, 在台湾有决心的时候去做, 他顶得住一两个月的打仗的时候, 美国可以有班司去到台湾, 能够协助他驱赶这个共匪, 而这个驱赶的时候, 一定最后进入到defeat的状态, 因为你无可能, defend有限度战争, 不会, 最后一定会defeat的, 因为中国共产党, 一定出尽所有兵力, 去集中对付台湾, 那中国共产党有个中间的路线, 就是灰色地带冲突, 也就是为而不迁, 为而不攻, 对台湾, 那就是人家问, 究竟你Trump, 会不会到时候, 即是说, 去出兵, 去解决这些中国共产党的blockade的问题, 封锁的问题, 今天Trump就不回答这些问题, 就说, 我在这里的时候, 习近平根本不会这么做, 这个就是他的简单答案, 因为Deter, 是解决很多问题, 那台湾不是一直很危险, 我都认, 我认命, 我们一直很危险, 但是Deter是最能够维护到, 台湾现在自由, 繁荣和平, 民主阵容的一种方式, 你如果要去Defend, 即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轰击台湾, 要出战的时候, 台湾要有国防民防, 深防的准备, 和美国的支援, 而美国无论跨党派, 基本上都会Defend台湾, 这个战是很清晰的东西, 他不可以画公仔画出场给你听, 他会Defend, but they must defend, 而Defend到最后, 你继续攻击的时候, 一定defeat你CCP,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害怕, 是因为你后面有Defend, 和defeat这两只鬼脚在里面, 所以他就接受你的Deter, 这个就是Trump之所以胜行一筹的地方, 那你说, 拜登做不做到, 拜登是另一条路线走, 他搞的是manage crisis, 那习近平利用拜登这件事, 我上一节都说过manage, 管控分歧, 设置湖南, 这些做法, 未必能够得到, OK, 而你知道美国今年查获中国偷渡客人数再创新高, 国土安全部17日宣布, 继6月首次包机遣返航后, 15日再派出第二架的遣返航班, 将中国籍的非法移民遣返回中国, 根据国土安全部DHS17日发布消息说, 但没有公布这次遣返中国非法移民的人数, 声明强调这个星期的遣返行动表明, 国土安全部一如既往致力于和中国和其他国际伙伴加强合作, 减少阻止非法移民, 7月2日被遣返116人, 这次可能更少, 因为他没有公布人数, 我不知道多少, OK, 这样的地方, 杯水车身, 入到美国的人数以万计, 甚至是十万计, 中国人, 我还没计算其他人, 全部的非法移民是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 特朗普经常说二千一百万, 当他拿中位数偏偏少一点, 二千一百万, 那你今时今日, 中国人被遣返的, 就是一百一十六家, 可能几十名, 只有二百多三百人, 但中国人进来是数以十万计的, 你要一点都不做事, 怎样做? Too late, Too weak, Too little, 我会觉得是很弱的做法, 如果是特朗普的话, 先对那些帮牌, 先对那些共谍, 他很好做清除,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知道一直要去到六月四日, 拜登, 就是刚刚过去四个月前, 六月四日, 就是经过三年多的执政, 到六月四日, 拜登先发布公告, 暂时停止允许那些越过南部边境, 进入美国的非公民入境, 新规产生以来, 美国边境巡邏队的遭遇率, 由六月四日开始下降了55%以上, 你想想, 这个就是六月四日才开始的新政, Why didn't you done, Why haven't you done it, 3 and a half years ago, 那你因为特朗普的压力, 于是乎你没有特朗普的话, 拜登怎么会停止这些东西, 以这些垃圾的政治, 就是拜登·Harris搞出来的, 一直就是说, Illegal immigrants, Illegal migrants, 是我们这个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Why wouldn't they come in legally, 你为什么不可以合法入境做合法的移民, 而必须要用非法移民, 来成为这个劳动力的全员呢, 这整件事讲不通的嘛, 如果你认为缺工, 那你就松绑你的劳工政策, 合法引入外劳咯, 为什么要用非法移民呢, 全世界没有美国那么愚蠢的, 这个不是美国, 是拜登政权, 民主党那么愚蠢的, 这个是荒谬的, 所以Let's see, 之后会有什么的变法, 最后可以花小时间讲, 我台湾的一些演讲, 和有些节目都讲过, 我都希望广东话节目, 用5-10分钟讲一下这个问题, 美国有个外交政策的专家, 叫Walter Russell Mead, 简称美德, 美德, 他认为, 这个是200多年来, 美国有四套看待外交政策基本方式, 他们既有分歧, 也有融合, 第一个叫Hamilton, Hamiltonian, 即是说, 韩米尔顿主义, 即是香港的鹹美顿主义, 他认为, 美国外交政策应当是, 让美国的经济, 尤其是大企业, 融入全球经济, 简称全球主义, 即是世界工厂, 全球主义, 世界一体化, 第二个就是, Wilson, 就是Wilson, 一战的时候, 就是想入, 即是提议国联, 但是, 美国国会否决他加入国联, 这个, 威尔顿总统的理想主义者, 他认为, 美国应当向全球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 而有道德的和平主义, 改造旧有的国际秩序, 我们叫康梅尔顿, 这种想法, 就叫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保守派的国际主义, 而这个威尔顿这种想法, 我称之为, 自由派的民主党, 自由派的国际主义, 就崇尚世界警察, 不是世界工厂, 世界警察, 输出自由民主价值, 培植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 全世界去防卫不同的自由民主人民, 去抵抗专制政权的东西, 做和平大使, 做这个关公, 这个叫做自由派的国际主义。 第三种是Jefferson, 即Thomas Jefferson, 第三任总统, 杰伐信, 他认为, 美国不应该卷入不必要的海外同盟关系, 专注本国的安全和发展, 而他本身也有很多地方就是觉得, 和Hamilton有很大的冲突, Hamilton是不相信人性的本善, 他认为人性本罪, 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经济,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系统, 这是唯一可以相信, 但这是最不坏的做法, 所以他认为, 市场经济, 远远比人性来得有意义, 所以他认为, 依赖全球系统, 就是Hamilton, Jefferson反过来, 他认为人性很好, optimism, happy, joyful, 好像Harris那样的, 但他同时认为, 市场经济说不通, 有很多问题, 不能通过市场经济解决问题, 他认为, 美国不应该卷入不必要的外交关系, 即是同盟, 外交,仇敌, 不要卷入不必要的东西, 他这个也不是门落主义, 他不是孤狼, no, 他该出手时也会出手, 但主要是在于, 专注本国的安全和发展, 叫Jefferson, 这个应该很大, 我们称之为, liberal, 自由派的nationalism, 国族主义, 或者国家主义, 第四种呢, 就叫Jackson, 就是美国第七任总统, 也是Trump的一个重要的, 就是, 他的一个榜样, 可以这样说, 他就说, 美国政府的目标, 是美国人民的物质安全和经济腐足, 但一旦受到他国威胁, 就好像MacArthur所说的, 除了胜利, 别无他求, 这个我们称之为, 保守派的国族主义, 或者国家主义, 就是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特朗普呢, 基本上他的想法, 是介乎于三与四之间, 即是Jefferson和Jackson之间, 尤其倾向Jackson多一点, OK? 他很着重的地方, 是nationalism, 所以这一点, 就是以国家理为优先, 最近你看他的Ready, 他不是Michigan的, 之前, 他在Georgia, 是哪个地方, 我不记得哪个地方, 他讲过一个演讲, 他演讲有提到Jackson, 他说Jackson当年, 避受多少政敌, 误解, 想杀他, 谋害他, 每个人任内, 在那骂他都有, 但他说, 他这个人是个伟大的总统, 因为他知道, 如何守护美国, America first, the first principle, 第一原则, 没有折夺, 这个就是Jackson的好处, 也都是Trump的主要的, 学习对象, 即是比如柯文治, 学习毛泽东, 这个坏, 但Trump是学习Jackson, 一个人在现世里面, 有很多磅语, 即是有很多诽谤你的人, 也都很赞予你的人, 有些人赞好, 有些人赞获, 有些人贬选你, 甚至侮辱你, 你都知道我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俗语有话, 不招人道士用才, 也有很多人, 就算关公都有对头人, 曹操都有知心有, 所以, 是敌是友, 不重要, 就重要你的真是美的价值, 要跟我执持, 刚刚讲这四个系统, 就是一个matrix, 我由Hamilton的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即保守派的国际主义, 到这个Wilson, 威尔逊总统的, 自由派的国际主义, 一直到这个Jefferson的, 自由派的国族主义, 到这个Jackson的, 保守派的国族主义, 四个四格, 是什么matrix的四格, 那这四格的话, 基本上是美国二百年来外交的四种渊源, 当然他们互相之间, 每个人在这个matrix上走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地方, 可能四多些, 三少些, 二多些, 有少少, 有一有少少, 可能会这样的情况, 但这四种思想模式, 影响了二百多年来, 美国的不同的总统下面, 政策的走向, 所以第一, 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断有变化的, 不要以为美国, 怎样都一样, 自古以来都是同一个外交政策, no, 他不同的总统执政, 会有不同外交政策, 而这四项, 你的选项, 决定了, 这个总统, 任内他想去美国, 如何做国外政策, 这个是必要有的, 即是政府是必要的恶, 外交政策是必要的恶, necessary evil, 那你四样东西都要选择, 你不可以不选择, 而选择出来的结果, 影响可以很大, 你问我, 拜登是选择什么呢? 拜登是选择一些, 类似liberal nationalism, 我说错了,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加上有少少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那他就和那些共和党的建制派, 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m, 即是布殊, 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 麦康奈尔等等的人, 那些人, 那些是所谓的, 国际主义者, 非常好, 所以他基本上不是为美国利益, 他是为, 他们感觉就是为全世界利益, 跨国的华尔街集团这些企业的利益, 大佬的利益, 其实他是国际主义, 其实说真的就是那些财团的利益, 而在这个前提下, 我会战争在做打, 军火箱是赚到最多的, 军工复合体赚到最多的, 烧那些垃圾武器, 我这么多存货, 丢给古克兰, 是吗? 这就是这样的情况, 特朗普呢, 如何和他们针东相对呢? 不是因为liberal and conservative, 是因为internationalism against nationalism, 因为你搞nationalism, 人家就会例法西斯, 但是国族主义等于法西斯, 就好像当年很多香港人, 即是说呢, 我们要香港独立的国家, 比法西斯, 一样, 这帮左派, 因为左一定是internationalism, 左派一定是最终极的地方, 一定是倾向internationalism, 即是国际主义的, 因为他们最想要约翰年同工, imagine there's no country, 他们要的没有国界的世界, 左一定是在那个地方, 所谓左与独, 本身是不能够独立, 是不能够相容的, 最后来都不会相容的, 因为左派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的, 是消灭所有国家界线, 是劳动人民, 全世界无产加急站起来的, 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当然了, 实施的程度又不同了, 但他们的终极归趋就是这样的想法, 好了, 特朗普要由国际主义, 偏向国族主义, 一定得罪很多人, 而且他比较在四多些, 三少些的情况, 就是比较坚守保守主义的基本阵容, 而这件事的话, 更加得罪了很多自由派的人, 极左派的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认为, 特朗普是走一条很纯粹右派的路线呢?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想法, 对于美国此刻的困境, 是很好的若方来的, Dietroite刚刚说, 多少破铜烂铁垃圾, 车厂没有人做, 很多工人失业, 病在乡郊里, 拗脚, 不止Dietroite, 不止Michigan, 还有Wisconsin, 很多地方, 都是这样, 鐵秀, 但Pensylvania一样, 他们很多人开始, 很勇敢地捍卫美国的利益, 多谢Trump, Thanks to Trump, 他能够将这个地方巩固起来, 当然这样会得罪很多人, 但你自己心想一下, 这个是否对现世解决问题最好的若方? 四种不同的若远, 给你去选择, 可能在不同的形势之下, 你有不同的判断, 但你想想, 我站在二那点, 即Widrow Wilson那点, 那群人就会想到,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就会想到, 我要帮波克兰, 亦都要帮台湾, 那些人这样想法, 就是这样的思维模式, 因为我不是以美国利益为重, 我们是以宣扬民主自由价值, 捍卫民主自由政权, 为最大的利益, 如果你这样出发, 那你一定走向那条路, 一定要两面都帮, 总之到处有火头, 到处都要帮, 但当然, 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帮全面, 最大未对, 你都要选择, 这个并不是我的想法, 亦都不是Trump 的想法, 因为一个国家, 只要帮自己先, 然后你说, 你这样一样, 不仁不仪, 不好意思, 你问一下, 在座, 即我们在audience, 每一个人, 我们在audience, 有成一千的人, 每个人是否首先要帮大家, 就是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要把我为人人, 放在第一个principal, 人人为我, 其实基本上是有些自私, 我为人人, 就像无私, 如果变成一个责任, 就是集体主义的了, 当时梁胜波说这些, 是集体主义的了, 你要做的什么呢? 每个人捍衛自己的个人权利与利益, 香港人大家都明白这套, 你不会为英女王打工的嘛, 是不是? 是为自己和自己家人打工的嘛, 那今天美国为自己, 和自己的国民去做事, 有什么错呢? 而为什么美国有一个超级大的义务, 要帮了, 兼善天下, 帮了全世界呢? 而每个国家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不能够自力, 去真是发挥自己的小宇宙, 去保卫自己的了, 而这件事就是特朗普觉得很不似的地方, 我给你帖来, 给你北约那些东西, 全部帖了钱给你, 帮你日冠, 帮你韩国, 帮你台湾, 那么多年来, 你做freeriders, 搭便车, 然后天天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 喂, 其实美国那么多年来, 由马基尔计划到现在, 帮了很多的地方, 那为什么美国要你们交回一定的钱, 才承诺帮你, 你都不肯制呢? 人家美国都给你的offer, 他不见你给的offer给江国, 新加坡, 没有啊, 他给的承诺是给台湾, 所以美国的offer, 都没有给乌克兰, 都没有给乌克兰, 你国防军费要给到10%, 我才帮你, 我才是保单, 我才帮你, 都没有说这件事, 但是对台湾说, 你给10%, 我帮你, 喂, this is the difference, 为什么, 为什么你说大小超, 双重标准, 就是双重标准, 因为乌克兰, 对美国, 没有台湾, 对美国这么紧要, 而我单一最重要的标准, 我没有分裂到的, 就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 你在骂, 美国为什么只是这么自私, 为自己利益为核心, 那你自己各下反显一下, 为什么你自己赚钱, 自己代不分一些给我呢? 是不是? 分一些给你家人, 或者外家, 每一位亲戚摊派下, 是吧? 不会这样的嘛, 是违反human nature, 是违反每个人应该要, 自我负责, 自我去逐利, 自我捍卫自己权利的, 应有的责任啊, 我要台湾要捍卫自己的利益, 而亦都对美国重要, 美国才会捍卫台湾自己的利益, 记住两个条件, 台湾肯自己捍卫自己的利益, 再加上对美国重要, 美国才会帮台湾, 乌克兰, 很多人奋勇喊自己的权益, 但不好意思, 他对美国的利益, 不是那么重要, 美国当然, 不会, 不应该, 不断地支持这个地方, 你说, 这样, 会不会使得, 普京, 很肥, 先说明, 普京是有侵略者, 绝对不对, 但是你要制服这个豺狼的方式, 你ring fence他, 围堵他, 还是要消灭他, 而消灭他, 你是不是要引发第三个世界大战, 而如果你要消灭他, 你的方式亦都要一步步来, 你不是突然之间, 我派一个人, 打死他, 然后, 你陷入一个完全控制不到, 不确定性入面, 这个没有人会这样做, 你这样就是, 与世界开战, 你变成小毛泽东了, 大佬, 是不是, 老毛泽东了, 你是不是想这样, 所以我想, 有些事情, 懂得如何和这个世界玩, 可能有些人觉得, 我这件事太, 太这个, 治理, 或者说太说些, 很不帮沃克兰的人, 我见识过沃克兰的人, ok, 我在台湾出席过好几个, 沃克兰人的聚会, 研讨会, 各方面, 我感觉就是大胖, 刚刚跟你说这些, 我会说, 你问一些, 对于, 国际关系有研究的专家, 他会告诉你, 是, 刚刚我说的现象, 美国要认清, 中国是美国的头好敌人, 应该要将这个视为, 它最大的外交战略, 台湾是重心, 香港已经淪陷, 但是, 旁边说, 他很遗憾, 没有办法帮香港, 其实, 说到尾, 即使, 回到重前, 美国可能会做一些事, 更加帮助香港人, 离开香港, 但是, 他会不会出兵, 在香港里去, 利用这个地方, 帮助香港人民, 打一场游击战, 打一场有限度的战争, 去捍卫深圳河的边界呢? 难啊, 因为说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国界的一部分, 你要这样搞的话, 那就等于开战, 但是, 中华民国台湾, 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 这个不是中国里面的内战, 美国绝对有这样的资格, 去帮助台湾, 很多前辈们说, 美国根本不会帮台湾的, 我不同意的, 我会说, 美国去帮助台湾的机会, 是存在, 不是必然, 但是存在, 是视乎台湾自己, 要不要摆脱搭便车的形象, 精实国防民防深防, 全民能够有以色列这样的精神, 现在未到位的,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忧心的地方, 而这样一向到位, 美国不帮, 也不是,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美日, 美韩, 美非, 整个第一岛链, 和太平洋西边的利益, 他会去帮, 但用什么方式去帮呢, 就视乎台湾有多厉害, 如果你今天你不够厉害, 可能加下150-200%关税, 如果你够厉害, 美国人就会可能出兵来帮你, 你肯打, 你肯挨, 你有损伤, 有casualties, they see the blood, and smell the blood, 他看到血, 闻到血声, 真是美国呢, 痛手的确来帮你, 就好像当年, 美国夏威夷, 珍珠港, 被日军三半五十六去轰炸, 结果是什么呢, 有人死, 有人伤, 闻到那种tears and blood, 真的要宣战, 台湾是美国利益, 现在来说, 此时此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 是吧, cheap industry, 地缘政治的第一岛链, 两样东西, 其中一样已经构杀, 还有两样加跌, 没有了这件事, 美国经济大萧条, 所以美国有100个理由去帮台湾, 但他找不到有一个理由帮香港, 起码在2019年的情况是这样, 但当台湾这个spin一转的时候, 香港就变成另一样东西, 地缘政治会变化, 是吧, 是吧, 哪个时候会变化呢, 怎样呢, 台湾被defend到, 共产党下面, 含于瓦解, 含于有乱事发生, 他整个天网罩不住, 他整个乱局, 根本上很难去维系, 跟着他政权之间, 有立断的转变的时候, 哇,哇,哇, 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波的, 可能是香港里面的警察, 香港里面的那些执政者, 你不要以为这么得戚, 李家超, 邓炳强, 那些法官, 你们会承受的是什么, 我免得说了, 大家猜到了, 因为说出来又是煽动什么什么, 大家明白, 第一波就是那些人, and then, 自己去想, 所以大局变, 香港就会变, 大局不变, 香港就会不变, 而香港要变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个复稿, 香港以后要怎样, 就希望大家珍惜这个为事, 不知道多长的机会, 好好構思一下, 所以我想这一件事, 是大家需要去想的地方, 人一阻, 脑就残, 我都知道, 无论是老中青, 香港人不乏这些人, 由七十年代的火候年代, 一直到今时今日, 在世界各地, 去做倡议工作的很多年轻人, 左派巨多, 好无疑问, 旧左派, 新左派, 喜欢共产主义, 到这些新社会主义, 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 巨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说, 是悲惨的, 是悲哀的, 为什么我会常常很喜欢, 超时都讲这些新闻给大家听, 因为希望大家能够提醒到大家, 在观念上的转变, 对共产主义深刻的形式, 这点才是重要的, 好了, 讲太多了, 明天再见, 正好 Number二, 还有 God Three, kita UE,